今天我们到这儿来 就是要表明我们中国人 绝不屈服的决心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焚烧日豁 就是要向日本人宣称 我们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决心 对不对 对 好 大家跟我走 上海日豁 中华日豁 你去列宝 上列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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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剑 没有找到日豁 没有 日豁 一剑 我也没有找到 也没找到 是 哥 我也没找到 一剑都没找到 我也没找到 怎么办 是不是都被藏起来了 大家再到别墅看看 好 那个一心的闫老板 昨天被逼得没办法 只好自己拿出一批日豁 支持我们焚烧日豁 当时那个表情啊 比烧他们家还难受呢 哎 子剑 你准备怎么写这个阎老板 爱国商人 爱国商人 子剑 你开玩笑的吧 他还爱国 他那明明是被我们逼的 可是称他爱国就可以 带动一大批中间派的商人 不卖日货 好 主任 吴主任 坐 坐坐 说实话 你们焚烧日货 我并不是特别支持 但是特殊时期 它也是发动民众的办法 你们要记住 关键不是焚烧日货 而是唤起民众 尽量拉拢那些摇摆不定的中间派 吴主任 有您的支持 我们就轻松多了 对了 子剑 你准备怎么写你父亲 东亚大老板李清达呢 对啊 谁都知道东亚是洋货的批发商 他那里怎么会一点日货都没有呢 恐怕是谁走漏了风声 把日货藏起来了吧 对 有这个可能 那就写 亲日商人 子剑 子鱼 都给我下来 人都死到哪儿去了 兴达 你回来了 什么事发这么大的火啊 孩子们呢 子剑说要赶稿子 子鱼去学校排话剧了 都不回来吃晚饭了 他们去烧我的公司 什么 你说 我辛辛苦苦創下这么大的家业 我涂的是什么呀我 我 我还不是为了他们兄妹俩 能过上好日子 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伤我的心呢 说 闻 明天 还是该烧了 是该烧的 看 就是 快 就应该到了 过来 是不是 别去了 别去了 勇气 别去了 我 真的 做我不 legal了 严老板 你被报道成为爱国商人 你怎么看这称号啊 是啊 严老板 我是一个民族工商业者 焚烧日货没有别的目的 只有两个字 哪两个字啊 爱国 爱国 严老板 再说两句 严老板 您打听到 人家说我们卖的是日货呢 先生 买这笔吗 严月 你听说了吧 咱们东亚李老板是亲日商人 胡说 你听谁说的 报纸上说的 看看 写的什么 说东亚藏匿日货 他们怎么晓得的 都知道东亚是批发日货的 那么多人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不是藏起来是什么吗 真没想到 我们躲过焚烧日货 却得罪了学生和记者 你的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 是严月告诉我的 就是金笔柜台的那个秋月 是啊 我是一个商人 我不管政治 商人是以利益为最高原则 只要能赚钱 不管他卖什么东西 可是这下好 我就是跳进黄河 我也洗不清了 卖日货不代表亲日 不卖日货也不代表反日 我看这些学生和青年啊 他们是头脑发热 瞎折腾 可是你看看 谁还敢到东亚来买东西啊 我成了亲日商人 他颜洪生倒成了爱国商人 他爱国 我不爱国 你叫我 你叫我怎么面对我的员工和顾客 我怎么面对我的儿子 我这儿子一直跟我对着干 我本来想慢慢地感化他 让他知道 我这当爸爸的都是为他好 这段时间刚刚有所缓和 我要是知道这样 我把日货拿出来让他烧我 这哪是写文章啊 这是拿刀子捅我的心呢 陆市长 我倒有个办法 来 多吃饭 很好 谢谢妈 子健啊 我看你把家都快当成旅馆了 你不愿意见你爸爸 你也不愿意见我这个当妈的 妈 我这不都回来了吗 回来了 你大概吃完这顿饭 又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吧 妈 今天我吃完饭哪儿都不去 就在家陪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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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肉 最近啊 都瘦了一圈了 还是我妈疼我啊 子健啊 你爸最近 怎么提到你总是生气呀 连子月也跟着挨骂 你怎么惹他了 你没看报纸啊 妈 报纸上怎么说 妈 报纸上写我爸是亲日商人的那篇文章 就是我哥写的 你写的 那你赶快出去躲两天 别在家呆了啊 干什么呀 你不是刚才还说 嫌我哪儿家当旅馆的吗 我哪儿晓得你闯了这么大的祸呀 赶快去报社躲两天 等你爸气消了你再回来 有那么严重吗 妈 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跟我爸好好谈谈 你可不能把你爸气出个好歹啊 怎么说他都是你爸 你放心吧 妈 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让我爸出气的 好了 快赶紧吃吧 太太在吗 太太在 少爷也在 回来了 紫荐都跟我说了 他还嫌外面搞得不够乱啊 还搞到家里来了 他说了 他今天回来就是等着挨你骂的 我看啊 你少说他两句 省得又把他骂跑了 我才不会骂他呢 今日商人 他说我是我就是了 你回来了 爸 爸 妈 来 坐吧 来 紫荐 坐 紫荐啊 最近 你们销毁日货的行动进展得怎么样了 还可以 其实我呀 是很尊重你们这种爱国行动的 爸 我也去爱国了 你 子贱 这事你要是早告诉我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现在倒好 闹出一场误会来 爸 你事先就已经把日货给藏好了 这还是误会 这真是一场误会 是你介绍的那个秋叶啊 他告诉任经理 唆使任经理啊 藏匿日货 不过现在呢 我已经宣布了 开除秋叶 扣罚任经理一个月的工钱 你把秋叶开除了 你怎么会留下来 像他这种亲日分子 东亚怎么会留呢 爸 他一个乡下女子 他哪懂什么亲日不亲日的 你现在把他开除了 他 他以后怎么生活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管着 东亚啊 已经把开除亲日分子的消息 公布出去了 现在你该相信爸爸爱国了吧 爸 你这是在找替罪羊 爸 我有事先走了 站住 这事上哪儿啊 想跑啊 这孙猴子能逃得出如来佛的手心 阿姐可早就猜出来了 你们想脚底下我游溜啊 你要干嘛 张总我告诉你啊 我知道你流量下来 今儿我带来的兄弟们 个个也不是吃干饭 识相 就让我们走 走 往哪儿走啊 你们所有人都能走 就杜秋月不能走 秋月 怎么那么臭啊 谁放屁啊 你个妓院的大茶壶 你在这儿冲什么大烟 要不然你过来 来 来啊 来啊 前路过来啊 我是没本事 可我带的这帮弟兄们 可不是吃素的 上 你 干什么啊 等等 都要试试 你们想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敢公开抢人 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来啊 我给你看看这个 欠条 秋月 祖秋月里的 没事 秋月 为什么给她写欠条 是她们逼我欠的欠条 看好了 白纸黑字 我可没骗你们啊 她欠你们多少钱 三百个大烟 你胡说 我已经还了你四十八块了 对 谁还了 可我今天请了这么多的弟兄 这人头费 都得算你头上 你试试 上 行了 等等 我 如果她欠你的钱 我替她还了 三天之后你们来拿 你们是不是就可以放过秋月 你是哪位啊 他是东亚李老板的大公子 李大公子啊 实敬实敬 好啊 既然李大公子说了 我就得给他个面子 三天以后 准备好三百个大羊 少一分 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 走 走 子剑哥 三天哪 你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啊 总会有办法的 我先去 沈太太说 中花姑娘就要生了 不方便见客人 你跟她说了吗 我是春花的哥 中花姑娘说 她听太太的 那你什么意思 她连她哥都不见了是吗 小娘就来了 阿秀啊 快去沏茶 是 什么事啊 我找春花 来看春花的呀 她就快要生了 放心 有我照顾她 我找她有急事 有什么特别的事 生完孩子再说吧 好不好啊 看这个样子 恐怕又是来借钱的 我家就是有金山银山 也填不满的呀 这俗话说得好 救急还不救穷呢